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是由我来担任院长 总体上来说 我们社科院是以关心本土 放眼世界为自我取许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培养出 具有全球事业 跟本土关怀的现代的公民这样子 那在研究领域的整个方面 我们就是朝着跨领域的课程 多元方向来发展 来达到提升学术研究 整个相关知识跟强化社会关怀的目标 那目前社科院总共有三个系 六个所 分别是传播系 传播所 还有应用社会学系 跟社会工作以社会设计研究所 跟教育社会学研究所 另外还有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 以及亚太研究所 公共政策所 欧洲研究所 目前有700多位的 大学部的学生跟硕士生 总共有29位的专任的师资 包括跨文化沟通跟实践 另外一个是世卫公民行动的学程 设置这个学程的目的 主要是让同学能够跨出该系的专业课程 还能够修习其他的这种不同领域的学问学程 那我们南方大学目前 总共五个院跟通知中心 总共推出有22个跨领域的学问学程 那么同学在毕业之前 都必须要修习一个学问学程 至于社科院在未来的发展方面 我们大概会朝几点来努力 第一点是协调我们各个系所 开设一些相关的就业的学程 辅导学生参加国家的考试 跟相关职能的训练来增加就业的机会 另外我们也积极鼓励系所教师 进行这个网络的远距教学 特别是因目前的这个疫情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教学资源 放在网络上 提供学生弹性学习跟远距进修的一个机会 最后就是我们院也整合这个三个系的研究能量 以学群的观念 来整合传播学 社会社工还有教育 还有国际关系跟公共政策的师资 把这几个领域的师资专长跟课程结合在一起 然后提升本院的研究能量 好 那么在社科院的传播系方面 传播系是国内我们中南部 最早成立的一个传播科系 在南部大学成立那一年的时候就成立的 目前毕业的这个系有大概有两千多位 目前这个传播系大体上它是分成三个组 就是有广告公关新闻组 另外就是数位影音制作组 另外就是影剧表演艺术组 也是为国内传播产业 就是人才的一个重要培育基地 那传播系的广告公关新闻学程 它主要是包括了就是广告公关 新闻跟理论专场的师资 然后我们也针对这些公关的行销 新闻报道议题还有实物 那同学如果休息这个学程 那毕业之后啊 未来可以去担任这个新闻记者 就是编辑文创公干广告 这方面的工作 那数位影音制作学程 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数位媒体的设计 摄影本的实物 影音的后制 影视的拍摄 音乐制作广播等等 那未来同学毕业之后 可以从事各类影音媒体的前制后制 节目的制播 工程技术等等 那最后是影剧表演的艺术组 这个学程 那这个就是训练影的一些舞台剧 表演 那包括导演 编剧 舞台设计 这些课程 那同学毕业之后啊 未来可以从事演员 导演 舞台技术 设计 剧本的撰写 这些相关的产业 那传播系的课程 基本上是采模组化 分流化跟数化 那他也非常强调社会素养的养成 提供学生多元的选择的空间 更强调学生职场的一个就业力 那传播系 除了有一间这个专业的这个摄影棚之外 还有六间的录音室 那么在104学年开始 他又在成立第二间的虚拟摄影棚 另外这几年又在成立的流行数位音乐的工作坊 还有剧场表演的场地 同时把原本的编辑教室 改为数位媒体实验室 所以他在设备的方面 完全能够跟当前媒体产业化的这个 数位化的这个浪潮来接轨 另外传播系也每年他都会举办一些舞台剧的公演 还有金蚕奖的活动 另外他有一些媒体实习的成果发表 还有毕业展览 相当的 就是活动非常的多元 那么国际事务与区业学系 他是全国唯一结合国际事务 大陆事务 公共事务跟企业实务的一个科系 那他的教育目标是培育国际的事务 公共事务跟企业实务的专业的人才 那希望透过国际事务的专业知识跟语言沟通 学调的训练 让学生具备丰富的国际事务涵养 跟多元的就业能力 让毕业生能够在国内外的企业这个任职 当然也有不少考取这个公职 至于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的课程的特色 基本上他有分成外交与国际事务组 还有公共事务与管理组 那么课程是依据我们政府新南向的政策 跟企业的全球布局人才需求来设计课程 那么希望遭受的对象 就是一些对国际公共事务有兴趣 那么对多元文化接受度比较高 而且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特质的学生 国际系的师资 有毕业于英国 美国 德国 华国 日本 还有我们本土的博士 那么跟国外的教学研究机构的互动 非常的密切 课程基本上都采取小班制的教学 师生的关系非常和谐融洽 同时也提供很多丰富的海外学习的机会 基本上是希望训练学生成为独立自主 却具备国际移动力的国际事务人才 在教学资源方面 国际系拥有三间功能教室 这里面都有一些大尺寸的触控式互动荧幕 还有远距教学的设备投影机布幕等等 另外今年他们也成立了文官培育数位学院 提供学生要准备考公职 甚至也有提供一些考试的用书 模拟测验的考题跟国考的一个题库 至于国际系维未来的发展 那么同学毕业之后可以从事国贸 能力资源 企划行销 金融保险 或者是台商 驻外场的一些工作 新闻媒体 政治公关 大学的行政人员等等 或者是参加高普考 应用社会学系 它在大学部有分两个组 一个是社会学组跟社会工作组 那硕士班就有教育社会学硕士班 以及在107学年度新增设的社会工作 与社会设计硕士班 在课程的测试方面 社工组是学习各种相关的学理跟方法 来符合社工师跟社会行政人员的报考资格 同时也接受社会学的批判思考的训练 从宏观的角度去审视 实践社会工作的理念 至于社会学组则分别从不同的社会相关领域 来探究现代生活的一个样貌 那硬设计在教学的特色方面 大概有几点 就是说 一 分析跟批判的能力 第二个 社会设计跟社会创新 第三个 团队合作跟沟通能力 第四个 宏观视野跟围观的角度 第五个 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的能力 第六个 实物实地的实习 实作 那在教学资源方面 大概有底下的几点 第一个 卓越的研究能力的实资 第二个 系所专属的优质教士 第三个 丰富的图仪设备跟电脑设备 第四个 学生跟系会的活动 相对非常丰富多元 第五个 辅导学生报告公职 外语 考照 以及其他就业辅导 第六个 课程 助教 提供课后的辅导 第七个 系上提供专业的课程 跟语文的 英文的读书会 印射系的未来的发展 同学大概可以朝 以上几个工作来努力 第一个是 非营利的组织 第二个 社区的营造 第三个 医疗的长照 第四个 社会的调查 第五个 文化创意产业 第六 政府的机关 第七个 教育的文化 第八个 大众传播 最后一个是 企业管理 以上就是我们社区院 以及三个系 大致的一个介绍 那么也希望同学们 在聆听这段视频之后 能够对我们社区院 有更多的了解 欢迎大家加入 社区院这个大家庭 谢谢大家